那么这种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这种大的国家之间呢,当然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的,我们不可想象说我们的所有利益都是共同的,那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逼迫另一个国家呢,照一个国家的想法来做,所以我们只能够通过妥协,通过谈判,求同存异的这种方式来向前发展它的关系。 刚才来自湖北的这个听众讲到阿富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确美国希望中国在阿富汗的问题上能够帮助,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在很多方面来讲呢,中国呢是没有这么做,但是呢,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呢也投资于阿富汗,在那个阿富汗的企业,并且给他们一些财政的一种援助,我们呢也欢迎这一点,觉得它是有帮助的。 也希望能够和中国呢,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但即便是阿富汗,阿富汗可以说是我们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这上面呢,我们既有合作也有不同的意见。 我刚才呢,我对于台湾的这位听众呢,也感到非常感兴趣,您问他,他是不是害怕,或者说担心,以后呢美国出卖台湾,我觉得台湾的这位听众讲得非常对。 这个呢,要看领导,要看台湾的领导,目前台湾的领导人目前在向正确的方向在走,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目前台湾的领导人比起上届的领导人来讲。 因为上届的领导人呢,他走的这个方向,对于台湾人民来讲是不好的,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呢,也是非常不利的。 当然我并不是在替美国政府说话,但是呢,我想您在11月17日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就看到说我们目前觉得越来越多的这种经济的,以及这种合作呢,对于这个地区,对于台湾,对于美国来讲都是有好处。 那么我觉得台湾需要的是一种领导能力,只要台湾的人民能够以这种合理的,而且是面向未来的这种方式来想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这对于台湾的未来是有好处的。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呢,中国在发展,美中之间的实力对比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中国在处理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呢,也似乎越来越自信,您似乎也同意这些看法。 那么中国的这种自信是怎么得到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知道您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中国力量的三张面孔》。 您分别从三个方面,从实力、金钱和思想等这三个方面呢,介绍了中国的发展。 您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本新书好吗? 我非常乐意,这本书呢,的确是也已经有新华出版社以中文出版了,所以在中国也可以买得到,而且翻译翻得很不错。 那是在这里的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看世界历史,倒退到大概这个公元刚开始的时候,2000多年前,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上呢,中国呢,占了世界上的全球的经济总量的25%到33%。 然后呢,从1840年到1978年,中国的这个经济产出呢,占了全球的3%到5%而已。 所以就是说是从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大占大很大的分量,一直到这个比较弱的这种分量。 那么这里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当然是取得了很多成就的, 但是他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力量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地位,他变得不多。 也就是说他刚上台的时候呢,他世界占中国占世界的人口的25%,但是在全球的这个GDP呢,只占了5%。 所以说呢,他呢,可以说从经济角度来讲呢,毛泽东的成就呢,是不大的。 那么邓小平上台之后呢,中国占全球GDP的这个分量呢,每年在不断的上升。 那么也就是说是每年增长率是10%到15%的以上,也就是说我的书上面讲经济的力量, 可以说是最有用处的一种力量,因为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军事力量,可以把它转换成知识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力量的核心呢,就是说要取得经济力量,同时呢,要建立我们的知识力量,同时呢,也要发展军事力量。 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和中国的领导层,以及还有全世界是怎么样来回应中国的这种成长的。 那么中国要变成在这个经济,在这个金钱思想上面呢,变成都变成大国。 好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下一位是湖北的李女士,李女士请讲。 我觉得中美现在在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还要在自由民主方面取得一些共识就更好。 其实我觉得对非洲人民最好的帮助莫过于不要再使气温增高,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湖北的李女士。 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网络听众,王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来说中美毫无疑问,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 完了之后,美国利用台湾不断地扼诈我们中国的核心利益。 首先来说,我最切合实际的目前就是十多年以后超过美国经济, 用二十年时间摧毁美国的美元国际霸主地位。 然后美国的核心就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 完了之后,这一说美国的民主制度,道德观也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破产了。 再加上当前美国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麻烦, 所以说奥巴马这次到中国来访问只是向我们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承诺一个四年左右实习的一个, 尽量不使双方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但是美国一旦恢复一段,美国一旦恢复,照样会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断地... 明白您的观点了,辽宁的王先生啊,对不起啊,打断您的发言, 因为希望您给其他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留下一点时间。 这位听众呢,讲了好几点,我想呢,很快地来回应一下。 首先,他刚才所讲的,要中国的力量要不断强大, 那么要取代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呢,可以取代美国。 我觉得讲这种话呢,一定要小心一点, 中国的领袖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 他们是非常谨慎的,对于缠到全球的这种领导地位, 还有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要扮演更多的领袖的角色, 而且呢,但是呢,中国呢,并不愿意要回应, 要采取这么多的这种,扮演这么多的领导的角色。 那么在这里要讲的,的确,我们... 我们的确是世界上这个... 比如说中国如果到2020年或者2030年变成这个世界上的经济的最大国, 可是从人口平均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因为中国的人口比美国来讲要到超出四倍以上, 所以从人均的水平来讲,中国要成为最强国的话呢, 还是要耗时长久的,所以呢,一定要全面来看问题, 因为中国而且也是一个人口老龄化非常快的一个社会, 到2040年呢,中国的人口平均年纪比美国还要大, 也就是说中国人呢,还没等到致富的来讲呢,就已经老了, 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回答, 那么在这里还想要提一点, 就是说,说破产这问题, 的确,美国的确是经济呢,是有一个很大的错位, 而且呢,是有一个不可持续的一个财政的一条道路, 这个呢,是千真万确的,政府也这么说,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以前也碰到过一些经济上的困难的时期, 比如说里根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才预算赤字也是非常大的, 可是后来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后呢, 我们的预算却有了盈余,所以呢,情况是会变的,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对您,对我们的中国朋友呢, 也是这么说,不要就是说小看美国。 我同意您,至少同意您一点的说法, 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于自己,对于中国, 是自然的说法,